气血不足心筒筋适合吃什么药膳 一、韭菜红糖饮 韭菜300克 红糖100克 将韭菜洗干净后切碎捣烂 取之备用 将红糖加水煮沸 待红糖融化后倒入韭菜汁 即可饮用 筒筋时 每日一次 年福根韵 二无鸡汤 无鸡一只 扯皮粮将各三克 红枣四枚 走起子 20粒左右 胡椒 葱 米醋 食盐 汤鸡清理干净后切块 葱切断 与其他配料一起放入砂锅中 煎水小火慢炖 直至 鸡对烂 筒筋时 每日一次 年福气日 需含型筒筋适合吃什么药膳 一、红枣花椒姜茶 大枣30克 花椒90克 青椒25克 生椒洗净切薄片 玉红枣 花椒一起加水 小火熬成一碗即可 统筋时 每日两次 尽量热服 二山炸酒 干山炸片100克 白酒150克 将山炸片放入白酒中浸泡一周后即可 来金钱 每日两次 每次15毫升左右 期日血浴型痛筋 适合吃什么药膳 1、黑白沙偶醬 黑木耳羽岳各风食客 大米100克 冰糖适量 黑木耳羽岳洗净后 用水泡发 刹水与大米一同煮成酥 召熟后 加入适量冰糖 继续煮至冰糖融化即可 统精时 每日一季 分枣 中 晚三次食用 二红花酒 红花50克 白酒 二代毫升 红糖 将红花放入白酒中浸泡一周后即可 饮用时取吃毫升酒 在酒内再对入时毫升量开水即适量红糖 来金钱 每日两次 每次20毫升酒加水 温馨提醒 无论是什么药膳 其实过量食用也不太好 佳一军建议大家在选择药膳前 先要向相关的医生支持你一下 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以上这几款药膳 以及每天吃药膳的次数 是否有变化等等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